尿尿你知道那个肾就跟膀胱有连带关系 所以接下来膀胱会受伤也没有特殊 除了不要怕得到 再来就是不能纯尿 不能缺少 因为我们纯尿 那如果你当开始已经觉得 你开始已经觉得说你的膀胱比较不好 真的不要紧 然后要上台去 真的不要喝 真的不要喝 喝水 你就去不住 你再上台 但是师父们好吧 额外送你们一个穴道 在这个人中 人中 这个我们也叫做水沟 就在鼻翼跟上嘴唇 中间有个穴道叫人中穴 水沟穴 水沟旁开0.5分 0.5分 不是 河疾 河疗 河疗 银香是在鼻子 师父们 鼻翼旁边0.5分 他治疗 鼻子疼痛 鼻子过敏 然后他这个人中 旁开0.5分 他会被刺哦 刺 他会生口水 我是一支麦克风说 你怎么两手啦 你怎么合我这样啊 就合我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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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样子好奇怪哦 就是这样压枕 你压近 压到孙 那个口水会出来啊 那个水沟 这样就好了 师父你知道吗 我们去做921 我们去做救灾的工作 当救灾真的没水喝的时候 我们就身上有两个穴道 第一个叫河疗 第二个叫夹居 夹居穴 夹居穴就是在耳朵下面 旁开 哇 你一直说八重 等会说不定 来 耳朵下来 旁开 耳朵下来 差不多八分 一个大拇指 这个横纹就是一寸 一个大拇指 这个横纹就是一寸 这样子而已哦 这一段哦 那他这个耳下八分 再向前 一寸的地方叫夹居 一样压他 很酸 嘴巴打不开才对 用力压 嘴巴打开 你看 这样哦 是错的 他是打不开的 他也会生经止渴 再用 三次 用力压 气了 第二 那我们干嘛 口水一滴牢 这个在急救 在救命的时候 是非常好用 那个病人快要休克的时候 我们也用它 也非常好用 这几个穴道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河疗穴 也非常好 我们刚讲什么 为什么跳到这里来了 哦 如果你上台 对对对对 如果你上台真的 你又年纪大嘛 每个人的体质又不一样 你真的要上厕所 又不敢喝太多水 你上台你知道 我教很多法师 饮饭给他 嘴巴打一声 把他吹下去 同样也像 像 那摩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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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弗洛杰 那摩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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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多摩耶 妈是气 不是 就是你没有面向 师傅 我教你们的 都还要有一些 就是说 信徒他根本看不到的 你知道吗 蛤 对不对 堅拜 师傅就跟他说 我知道了 他在痛苦 我就跟他说 你这样你面向 你还有面向信徒啊 那摩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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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得 我在气和了 没有嘛 没有嘛 所以安全 Safe 不用怕 OK 好 所以呢 如果膀胱 肾脏 记 就是小心一下 他会怕 怕到 再来就是说 当膀胱有症状的时候 自己平常 台腿的运动 要常做 台腿运动要做 因为他会动到鼠息 我们就是残坐 打坐 已经很对腿 很杀伤 因为你 一个大腿神经 是这样走的 你再把它蹭过来 你像这个臀大肌 会受伤 它会呢 这个臀大肌的部分 扭起来 那更何况 脚上 有一个非常好的穴道 我远一点 你可以拍得到吗 我站这样子吗 不行 太远 在这里 在台上 有一个穴道 很好 师傅 你们一定要学 有一个穴道 叫风式穴 风式 风不是风池 风池至头痛 风式穴呢 它就是 长山马屋 长库马屋 中子刚好贴裤缝 你自己的尺寸 压到的这个位置 但是你们看我一下 你们千万不要 为了两尺寸 这样刺 是不准的 你就是这样子压着 刚好这个点 那我要站哪里 这些 我没结婚的 不用事 跟我相亲 我起来了 这样有看到 就是这个位置 那当你压到它之后呢 你再去找一个 比较素食的位置 比如说 你压到了 对不对 就在平面上 这个叫风式 它可以治疗 对侧的肩颈 绕枕 加热 加热 但是不是说 加热 它就一定有 需要到先找到 找一个 较舒服的位置 然后 刮三百 这一个 弯月板 你已经比到位置了 对不对 你就自己用弯的 这个地方 师父们 搓它 搓 那你想 你需要到绕枕 才推它吗 不要 平常 只要按这个穴道 才有好 所以 风式穴 在我的临床 可能 很多 可能很多人 也会 推翻我 我跟这个师父 报告 就是说 每个人 都有医生的 特殊穴道 那我的临床 我今天要传 我要给师父的 就是我的临床 很有用的 所以 OK 这样我做成小学生的演讲 各位老师 校长 大家好 请看风式 就在这里 这个就叫风式穴 那你找到位置之后 你在 坐在地上也行 你如果回去 你就直接坐地上 就直接这样子抠它 那么 如果你有椅子 你就自己 找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搓 右边搓 左边 左边搓右边 是OK的 那么另外一边呢 一样 风式 但是呢 师父你如果找不到 那个区块 十公分左右的区块 五六公分以内的区块 都可不可以 都可以的 你不要care说 我找不到 一定要找到最一点 你会把它弄下去 现在流行 敲胆筋 所以你看 也有人会推翻 敲胆筋很好 拼拼 但是脚没力 肝没好的人 你肝 肝穿起来 所以适当的 不会产生症状的 预防医学 太重要了 OK 那 风式呢 你不要用回去 用这一支量 这么重 这个太长了 所以你就是 叫同身寸法 主动 贴住 这个位置就是 贴好了之后 甚至有些人很聪明啊 他会去 拿那个签字笔画着 但是常常都怕着 因为呢 忽然 洗不起来 有一天 灌死出来说 啊 这开始生条啊 怕死 所以不要自己下自己 但这个穴道非常好用 就自己常常动它 两侧 常常动 如果你的肩膀动不到 这样子就可以动 那既然讲到这里 我们也快要 快要下课 三点下课 对不对 师父们 我们这一支 弯月板最大的好处 第一个 就是治疗肩颈穴 肩颈穴 它有多好用 它几乎是帮助身体 五脏机能 调节的一个开关穴道 我个人认为 所以很多人 头脚穴 腿不过那肩 头脚疼 也腿不过那肩 肚膀疼 有没有 啊穴车 有 小医师你来一下 有的人穴车是不是 只要有穴车 就我可以帮他用 好 感觉 穿到尾了 不然 没头 听到头 有些时候 是不适合 这样子去动他的 好 那 没话 做吗 因为我们也刚好 找这一位师父 因为我看到他 师父你先站起来一下 师父你先上座 你都要脖子安安 我顺便给他担起来 如果你今天开始回家 你想帮师兄弟 还是要帮家里的人处理 你一定要记得 立右手 立左手 你站在他的右半边 手按住他的右肩 我先坐这边给你们看 就是站这样子 就是站这样子 转个方向 我先坐这边 我先坐这边 你叫人转来转去 你站在这里 你叫人转来转去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好 来来 好 这样 似这边 对对对对 好 好 那边这边就在做另外一边 诶 站在这里有三个优点 第一 你的手很活动的 向外推 就来